阿羽 阿羽 阿羽小事昏倒了 你 你剛剛不是說要跟我告白嗎 真的聽我告白 你真的這種自私的行為 你都做出來 陳小事 不管你再用什麼方法 你也聽不到我跟你告白 你就會醒了 我跟我爸 躲過護士逃出醫院 來聽你的告白 你沒有經過醫生的同意 就逃出醫院來聽我告白 所以 你現在趕快告白 陳小事 剛剛十點整的時候 何群已經告白過了 剛剛才結束 不對 你應該等我醒來的時候再說的 你怎麼會衝我不在的時候 偷偷告白 你是不是故意的 陳小事你很不可理喻 你不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跑來這裡聽我告白 要是出了什麼問題 誰負責 你猜不對 我不管 我辛辛苦苦跑來這裡 就是要聽你的告白 剛剛的告白不算 你這個笨蛋 告白可以重來 要是你失去了生命 怎麼重來 告白可以重來 好 這是你說的 好 那你重新跟我告白一次 我才不會為了一個 不顧自己生命安全的笨無歸 再重新告白 更何況 這種事情做多了 人家會覺得在看秀 反正我已經真心告白過了 你錯過 是你自己運氣不好 怪不得別人 好 何群 算我運氣差 我活該腦霉 昏迷沒有聽到你的告白 既然你不願說第二次 那你可以走了 這個大笨蛋 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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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群小事昏倒了 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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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何群 何群 你為了要聽何群的告白 因此從這昏迷中醒了過來 現在又為了聽不到何群的告白 又再次地昏了過去 你這是何必呢 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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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告白吧 或許這是可以讓他甦醒的方法 何群 何群 小事不是一直希望你這麼做嗎 何群 何群 沒事 何群 說真的 很多事情要在來得及的時候趕快做 否則一旦錯過 後悔也沒有用 沒錯 何群 再感人的告白 如果對方沒有聽到 還是做白宮 何群 小事 抱歉 借過一下 我打個營養針 不好意思 借過一下 走 去 走 走 我去 走 來 小事 你醒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剛剛嚇死我了 好 陳小聲你醒來就太棒了 這樣何群就可以去簽票會了 時間不多我們趕快先走吧 OK 你好休息 我今天去工作了 待會兒再來看你 待會兒回來看你 等一下 你剛剛不是說要跟我告白嗎 你怎麼知道我要跟你告白 我 不知道 我用猜的 猜的 是這樣嗎 你們覺得這樣很好玩嗎 這種事情可以開玩笑嗎 你們也沒有嘗試 陳小事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大家看你昏倒的時候 著急的模樣 自責的模樣 你真的覺得這樣很好玩 對不起媽 就算你是要演戲給我看 剛剛你看到爸爸詳情的模樣 你還可以演下去 為了聽我告白 你真的這種自私的行為你都做出來 陳小事 不管你再用什麼方法 你也聽不到我跟你告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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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